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啊 我总记得这个童子军呢 童子军他们有一个规律 他说日行一善 这里有童子军的 举手一下 没有啊 格盖的有没有 有啊 日行一善就是一直提醒他们 我们要行善 或许我们要把这句话改一改 叫做日行一爱 好不好 每一天做一件事情 爱爱你的弟兄 行一件爱人的事 行一件爱上帝的事 好不好 因为在这里讲到这个彼此相爱 是我们要完全神 上帝爱世人的爱 今天我们就要想一想 除了我们爱上帝 我们有这个完全的爱 我们能不能也有一个更大的使命 叫做完全上帝爱世人的爱 OK 那我们先回想一下 上一个礼拜我们要彼此相爱 因为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的上帝要我们 耶稣吩咐我们的时候 彼此相爱 后面我常常讲 后面那半句话 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要彼此相爱 接下来 如同我爱你们一样 还有 你们若彼此相爱 世人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讲 彼此相爱四个字 后面完全忘了 更加说众人认出 世人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 所以弟兄姊妹 世人认出你是耶稣的门徒吗 有没有啊 有没有人曾经陌生人 来问你说 你是不是基督徒 有没有 有的 举手一下 啊 这表示说 你跟这个世界不一样 就是这个礼拜我们在讲的 对不对 跟这个世界不一样 使到人家说 你不一样 你是不是基督徒 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 不过就认出说 你好像有一些跟他们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 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你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所以约翰鼓励他的读者 主若显现的日子 我们要怎么样 要像谁 我们要像他一样 当然我们说 哎呀 我们怎么敢呢 像耶稣那样 不是这样的 我们像他 不能够像他一样得到荣耀 但是呢 我们能够像他一点点的荣耀 好不好 好 这样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命 那么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 我看一看 OK 谢谢你们帮我换一换改一改 约翰鼓励他的尸体要在爱真理中彼此相爱 那彼此相爱是耶稣亲自给我们的这一个诫命 那彼此相爱是永生生命的流露 表明我们是处于真理主所爱所喜悦的事 那也就是说众人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所以我们的彼此相爱呢 我们是要有行动 我们要遵行主的道 我们在福音上 我们要站立得稳 这个是圆牧师所劝导我们的 也就是按照这一个礼拜 这读神经文所交代我们的 那么我们就这样的行 好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 第4章7到第21节 继续再讲 这一个彼此相爱 前面是讲彼此相爱的行动 这里要讲到说彼此相爱的背景 原因 动机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去宣教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个动力在哪里 动机在哪里 动机就是我们要把这一份的爱 活出来 流出出来 传递下去 OK 彼此相爱 在第7节 他说什么 我们彼此相爱呢 是应当的 OK 第1章第 第4章第7节的前半段 他说 我们彼此相爱是应当的 OK 这个应当我把它放红字 为什么呢 需要再讲理由彼此相爱吗 需要吗 应当就是说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学生要教功课 要考试 是不是应当的 你们做过学生了 都知道了 那么 那么 这个做父母的 有没有应当做的事 也有啊 那么 我们属上帝的人 有没有应当做的事 也就有啊 所以 所以 彼此相爱 不需要留的 因为 这是应当的 这是 自然的 事 就很自然就有了 所以弟兄 怎么样 我们 属上帝的 我们就有那个 应当的 行为 有一位 有一位弟兄 他 读大学 是读工程的 那 爸爸是做生意的 那个生意呢 是比较 这个叫做 现金很多的 一件东西是 算千算万的 所以呢 很小心 爸爸生病了 这个孩子怎么样 他 停学 去 打理店里的事 是不是应当的 如果是你应当吗 我爸爸生病了 结果我要去打理店里的事情 是不是应当的 当然我说我不应该嘛 我的一二三四 他们不做什么的 排到我这个老五来做 不过 既然排到我呢 那 这就是应当做的事 只是他去应当做的事 他也有应当有的 这一个做法 那么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呢 他跟他的老爸说 我去 不过店里那一个祭拜的东西 要拿走 讲条件啦 老爸说 你打理 你决定 店里的人会同意吗 他的叔叔 算作是一个manager 辞职不甘 他怎么可以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这一笔生意 这一些要怎么样 这个做下去 如果没有 所谓神的祝福 但是咱们这个弟兄就说 除去 我的上帝 会 看顾 好了 这个只是一个故事 不是 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你们要听细节呢 等一下 很点咖啡做我们慢慢谈 OK 特别是新来的 我们欢迎你 我等一下就跟你讲故事 OK 好 来 那感谢主 他这份爱 是从哪里来呢 这是一个应当有的 作为儿女的爱 这是应当有的 作为上帝的爱 OK 那么这个爱呢 是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上帝而来 OK 等一下 我看我就交给你 不然呢我们两个会打架 OK 因为爱是从上帝而来 凡有爱心的 都是从上帝而生 也就是说我们 在爱里面 我们就很自然的 就有这个爱的流露 所以我们就让这个爱 从上帝爱的流露 不过有时候 我们有了这个爱呢 但是我们又把它怎么样 藏在心里面 当作宝贝藏起来 有没有这样 这是我的宝贝 上帝爱我 我要把它存起来 然后对别人等等呢 没有 还是放在心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就把这份的爱 给它流露出来 当然你要流露出来 你也要让它有一个成长的机会 好不好 让我们把这个爱成长 领受上帝的爱 就能够把这个爱给流露出来 上帝的爱跟世界的爱 有没有不一样呢 当然就有不一样了 那么世界 在这里讲说 上帝的爱跟敌基督 口口声声说的爱 不一样 是否认识上帝 认识上帝的爱 知道上帝的爱 我们就是要在底面成长 那弟兄姊妹 你们知道上帝的爱吗 你们认识上帝的爱吗 我想你们都会说你认识 因为上帝爱是人 甚至叫他的独生子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的永生 弟兄姊妹 这是不是上帝的爱 是上帝的爱 上帝先爱了我们 但是呢 这一个爱 是怎么样 我要讲两方面 一方面呢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说最后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成了 有时候我不喜欢英文的翻译 finish 完了 成了 这样的一句话 在希腊文还有深一层的意义 也就是说 这个成了呢 就是 这一个囚犯 他被关 他被处罚 那么他有什么罪 或者是做错了什么 他要受什么刑罚 比如说 比如说要关了四十五天 那么 他做了这个 要鞭打两下 这些等等 四十五天后 这个叫做 成了 打了两下 叫做 成了 所以耶稣呢 在十字架上 说成了 就是说 世上 人所有一切的罪 或者说 我需要承受的处罚 我在十字架上 全部承担了 一笔勾销了 这个叫成了 所以这是上帝的爱 对吗 我们有这样 上帝这样的爱我们 我们感谢主 那么 第二方面呢 就是 这个是一个挽回 救赎 请问一下 是不是指救你跟救我 还是说 救这一个圣感堂的 这个一部分的人 还是说 上帝要救的是每一个人 这个救赎是每一个人 上帝爱世人 或者爱世界上所有的人 那么 那么 也就是说 不只是犹太人 撒马利亚人 还有罗马人 等等 好 我们这样的 彼此相爱 跟这样的一个 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讲到 爱上帝的心 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常常说 那么我们 上帝爱我 是完全的爱 另外一方面 我们彼此相爱 是不是完全上帝的爱 完全 在这里是动词 不是形容词 我们常常讲 上帝完全的爱 形容词 但这里是动词 我们是要完全上帝的爱 完成上帝的爱 因为这个爱 不只是说 爱你跟我 而是爱世上每一个人 那些不认识的 不认识上帝的爱的 我们要把这一个爱 跟上帝一起的同工 把这一个爱 带到他们面前 带到他们的生命里面 这个叫做完全上帝的爱 我们讲知道 或者讲认识的时候 这个字 可以从很简单的 我知道你的名字 所以我认识你 请问一下你认识李光耀吗 在新加坡你说李光耀不认识 你跟李光耀有什么关系 扯不上关系 只知道他 只知道他所做的 跟他没有关系 这算认识吗 算认识 但在这里所讲的认识 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你们认识我吗 认识我到什么地步呢 我还有很多东西你们不知道的 所以 这里说 认识 我们知道好像认识 又好像不认识 我爸爸 他看到天道堂隔壁那一座楼 有一天 他看到其中一个单位要卖 他就把它买下来 再看到另外一个单位要卖 他静悄悄的就找了几个人 我们一起把它买下来 买下来 再来 再买多一间 你们要不要帮他买完整座楼 这个是他的一个心意 人家知道吗 只是知道他买个币 礼拜堂个币的楼 现在他们拿来做办公室 活动中心等等 但是你认识他的话 你就知道他的心意 他的心意就是说 要有地方 那么事工就比较容易发展 当我们开始圣感堂的时候 他讲一句话 你有钱 不一定买得到地方 买到这个地方 感谢主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心意 所以到他年老了 很老了 那么有一天 一个牧师就告诉他说 你不用担心了 这个 我们会把它买下来的 他就跟我讲 上帝要我做的三件事情 我已经做完了 很快的 你知道吗 他跟我讲的那句话 不到一个月他就跟我拜拜了 为什么 有一个心意 当人家明白他的心意 跟不明白他的心意 认识他跟不认识他 很大的分别 今天 你认识上帝 上帝爱你 你知道 上帝爱世人的心意 你认识吗 你知道吗 你愿意不愿意跟他一起的同工 所以 这句话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就是说要把这个爱给完全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 把这个救赎给完全了 现在 这个彼此相爱 就是要爱给完全 那 请问一下 耶稣升天的时候 多少人见证 我跟你们讲过啊 多少人见证 忘记了 忘记了 我好像有那一节经文 下一节是不是有 OK 我没有把它打下来 在哥林多前书讲 五百个 大约五百 那你说不一定每个都出息 好 我们就算五千好不好 那么 有有 谢谢 我们就算有五千的 多少巴仙的人 一百个巴仙 可能还比一个巴仙还少 那么这个爱 爱世人的爱 是不是完全了 没有 所以他吩咐 这些见证他的人说 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人 这样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一年 像一个人传讲耶稣 一个人传讲耶稣 那你说 我跟他讲他就信吗 不要紧 我们 十八仙 果效 那么明年 这里就多十八仙的人 对不对 那么 这样的一个 传承下去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需要多久 可以向全新加坡的人 来传讲耶稣 不会算是吗 你用 打一笼的算法 你就知道了 很快 打一笼的算法 在你还没有去世之前 你就可以看到全新加坡了 不过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 那个彼此相爱 只是爱我们自己 爱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没有为着那一些 没有见过上帝的人 把他的爱传给他们 你说这个爱 我们不是广播电台常常讲 都广播了 他们不听啊 是他们的事 但是这里讲见证 约翰说我看见 我见证 那么我们呢 我们看见 领受了 有没有见证 让我们学向约翰 把这样的一个见证 讲出来 刚才我讲的那个弟兄 他第一个信主 带了他弟弟信主 带了他妹妹信主 带了他妈妈信主 他爸爸从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爸爸 很难信主 OK 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孩子 做了应当做的事 看到他孩子的爱 看到上帝在他孩子身上的爱 他信主了 见证 今天很多人说 你口讲你的生命怎么样 有没有跟着我来讲 很多时候我们口讲 有时候连口都没讲 口讲 我们的行动有没有不一样 在这个礼拜你们 在做的这个读经乐里面 你这上帝在你里面大过世界 你有这样的一个上帝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当人看到你的那个大过世界的上帝的时候 不一样了 爱 爱可爱的人 也爱 那不可爱的人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 所以 是人看到那住在我们心里面的 那在我们心里面的爱 住在他的爱里面 上帝的爱也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常常讲很难彼此相爱 对不对 所以很容易彼此相爱的 咬一咬手 绝对没有人咬一咬手的 不过 你如果有爱的话 你让它流露出来 容易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中了冠病的话 你要传染这个冠病 很容易的对不对 你只要把它放出来就好 口罩全部拿出来 政府找我算账 我们的爱 让它流出来 这就是彼此相爱 这样的一个流露 就带给我们 怎么样 完全上帝的爱 所以这里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上帝爱我们 我们认识 耶稣从耶稣那里认识 那么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爱上帝的心 如果停在这里 世人就不认识 但如果我们把上帝这样的一份爱 让它流露出来 那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住在他里面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就流露出来 这样这个爱就完全了 想一想 摩西上山 他说我见到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的吩咐把时间带下来 人家相信吗 真的你看到耶和华吗 但是他在脸上发光 因为耶和华那个光照他 他就很容易发出来 那么怎么讲呢 他很容易就发出那个光 见证 他就是见了耶和华 所以 这样的爱 就在我们里面 完全了 完全了上帝的爱 或者你换另外一个角度 他说 需要这样麻烦吗 上帝啊 你爱他们不就够了吗 我有了救赎 那就不是够了吗 约翰继续的提醒我们 在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样 审判的日子 在审判台前 你是不是能够说 OK 耶稣救了我 他为我付了书架 是不是 所以我可以上天堂 对吗 对不对 喂喂喂喂 有没有这样的把握 现在要举手 全部要举手 有没有这样的把握 有 你们懒得举手而已 那有这样的一个把握 但是你还要记得 等一下他问你说 我给你那么多爱 你放到哪里去 你要怎么回答 我给你那么多的爱 你放到哪里去 你要怎么回答 你说我都把它存在口袋里面 安全全 就好像那个比喻讲说 我把你那一圈 埋在地里面 对吗 对吗 上帝给我们那么多爱 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 我们说是的 我已经被救赎了 当他在接下来问你说 你的 所给你的 你能够交账交差吗 你怕不怕 会不会问你这个问题 我交给你的爱 你放到哪里去 我交给你的人 你怎么样建立他 怎么样装备他 我交给你的使命 你有没有去完全 弟兄姊妹 到那天你是不是要面对 我们还是要面对 你准备好面对了没有 等一下 上帝没有叫你说 你要做这个做做做做做做做 不是给你一个清单叫你做 上帝说你把你的爱流露出来 流露出来好不好 可以吗 就让我们的爱流露出来 好了 这个是惧怕 到时你要面对 你站在审判台前 对不对 众人 你有没有 是不是坦然无惧 还是说你有惧怕 学生没有做好功课 不敢见老师 家里的事情 没有做好 把他弄得乱一团糟 我小时候 我们在家里面玩的天下大乱 东西天下大乱 妈妈一回来 怎么样 你知道了 那么 众人不一定就这样会认输 而且相信耶稣基督 但是记得 他们会认出 你是耶稣的门徒 因为你行耶稣所行的 你行耶稣所行的 有一天这个人会回来 问你说 你所相信的那一位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OK 我的一个教授就是这样 从犹太教成为基督教 而且成为教授去教书 教马可福音 写马可福音的这一个 诗经的书 好 弟兄姐妹 因为 死的时候 耶稣得了荣耀 你准备得什么呢 或者说 我不敢像保罗那样说 有那荣耀的冠冕在等我 那么至少 就让我们不要急趴 因为我教得了账 教得了财 不容易 但是让我们学习 操练 如果我们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 那么你能够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吗 操练 OK 能不能另外一件事情 就让我们操练来爱 操练当中呢 刚才我讲说 日行一爱 你们试试看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从一个叫做不要惧怕 再一个叫做不要恨弟兄 那个你做得到对吗 不要恨弟兄 当你很不爽的时候 你就心理学家教我们 至少你可以学这个 他说做个深呼吸 那么如果你再不行的话 你算一二三四 这个是心理学教我们的 但是就让我们学习 为那个令你不爽的人 做一个祷告 做一个祷告 求上帝的爱 进入他的内心 因为他缺乏爱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赐给我们你的独生子 叫我们的罪 得以赦免 天父你也差遣我们 为主你做见证 做一个见证人 就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 在世人面前 活出 你的爱 从我们在教会里面的 彼此相爱开始 在家里面彼此相爱的开始 也让我们 把这份的爱流露出来 让世人能够认识你 让世人能够 也认识到你的爱 得到主你的爱 主我们不敢说我们完全 但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 操练 你所交代给我们的爱 使到我们从 能够看得见的世上操练 而进入到 在看不见的世上 我们也一样可以 爱 可以遵守你的命令 祷告奉合主耶稣去的名 阿们